從上一次因為介紹了 D1 奧窗智慧 D1 開關怎麼接之後呢 就不斷的有朋友來問說那雙切到底奧窗智慧蓋關能不能接呢 那我們今天就來介紹一下奧窗智慧開關 D1 怎麼跟雙切開關做結合 那各位現在所看到的就是一個標準的雙切接法 也就是說如果你家裡面已經接好了它就是長這種樣子 那它的原理呢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裡有一個N向進來也就是中心線進來在天花板上面 所以假設我有兩個燈泡一個在客廳一個在臥室 那通常呢你在臥室的電燈呢都會在房間門口會有一個開關 可是呢睡覺的時候總不會再卡到房間門口吧 所以床頭也會有開關就像這樣子 你進了臥室門打開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關閉 早上起床的時候打開然後穿好衣服準備出門的時候關閉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我們就稱它為客廳好了 就是客廳的開關 那它的運作原理呢大概就是我們剛剛講的N向進來 中心在天花板上面接到了兩個燈 然後一個我們稱為L向進來之後呢L向呢會從天花板呢下到開關 那下到開關之後呢那因為它是雙切 所以第一個開關會有兩條線 雙切線呢會接到第二個開關就是床頭那個開關 那再往上呢走上了天花板 所以它就可以變成是這種樣子 那至於開關的這個怎麼運作呢 我們會另外附一張一般的它的介紹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在底下待會的鏈結可以看見 那這個標準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所以變成是呢它一個L進來之後 這一條線我們就稱為 第一個開關我們稱為L1 那L1呢就直接到了這邊上來 L2呢到了這邊走黑色線上來第二顆 這就是一個標準的解法 好那我們現在把電給關掉 我們再來說明一下它到底怎麼跟D1開關做結合的 好 OK 沒電了 好 那這樣子之後呢我們就來介紹一下D1怎麼接 好 首先我們拿一顆D1的開關 那我們再解釋一次喔 D1上面呢一定有一個 N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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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R L 1 S1 S2 好 那這一條呢 待會我們就是接到第一路的電燈 第二條呢接到第二路的電燈 那S1呢就回到了第一個開關 S2呢回到第二個開關 好 那我們之前一直有強調到 因為開關接上去的時候呢 會把你的火線給截斷 所以我們又還你一個火線 所以它標準接法這個地方絕對不能接錯 好 那接的時候怎麼接呢 首先因為開關本身 所以我們最建議的方式呢 是放在天花板的維修孔附近 或是燈的旁邊 好 那在雙切開路口的地方呢 是完全不用去動到它 也就是說整個D1開關的存在呢 不會去影響到你的雙切的運作 所以雙切一樣可以繼續運作 好 那怎麼接呢 我們這時候就需要一個 N向的電把它借下來 好 所以我們就一樣 快速把它借一個N進來 好 借到我們的第一個POW 然後呢 把它轉緊 OK 好 然後呢 我們剛剛說過 因為天花板下來的N 的L呢 會給我們給截斷 好 那我們把L給截斷之後呢 來 首先 L的地方呢 我們就把它接上了 我開關上面的L 第一個L的位置 好 這個地方呢 千萬不要截錯 因為截錯的話很容易造成我們的 的開關短路 好 那短路的話就 就要繳學費了 我會謝謝大家 好 那因為被我們截斷之後呢 那我要靠開關的L怎麼辦呢 OK 就接在我們的第三個線上面 那1 那2跟3是可以對調的 但是我就看你們個人的習慣了 好 那一樣把它鎖緊 好 那這樣呢 開關的部分就完成了 那往上走的時候呢 我們剛剛說過 這個開燈呢 這個第二條路呢 因為它是第二個開關 所以我們就把它接在第二個開關的位置 所以我們就把它接上去 那一樣把它轉緊 好 那因為我要送電給它呢 所以第二個開關動的時候 第二條供電線呢就會供電 所以我們就把它接在L2out的位置 就這樣把它接緊 好 然後呢 這邊也是一樣 底下都不用動它 然後因為這個開關呢 是來自於第一個開關 我們稱它為第一個開關 那我們就把它接上來 OK 那一樣把它鎖緊 OK 好 然後呢 這時候呢 我們再把這個out的位置呢 把它接到第一路的送電區 就是L1out的位置 一樣把它鎖緊 好 欸 沒鎖緊 這個千萬要檢查 以免到時候鬆脫 因為電的東西都很危險 OK 好 就把它接好 OK OK 再檢查一次 好 沒有問題 好 那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再確認一次 L進來 然後L回到這裡 然後呢 L1過來 L1上來 到S1 因為這是開關區嘛 然後開關一動之後呢 S1就會送電給L1 所以L1到第一顆 然後第一顆回到了N項 沒問題 第二路進來一樣 L進來 L2出來之後 到它S2 那S2一動的時候呢 就送電給D2顆 好 這樣沒問題 那我們就準備送電了 都檢查之後 我們就可以送電了 好 那送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D1已經上線了 那D1APP這時候當然就可以操作了 那這時候呢 來 我們就一樣再檢查一次 開關 是不是都會動 好 OK 那這時候呢 如果拿出我們的手機APP 然後 然後進到我們這一個板子 好的 然後我們要等這個D1連上線一下 OK 好了 那你看這就是變魔術的時刻了 所以你看我們就可以這樣子開它 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關閉 那APP也會動 有沒有 APP又關掉了 然後再打開它 又開了 OK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的 雙切開關 接合APP的運用 好 謝謝